在警局他不屑地对朋友说道,他的职责就是帮我处理麻烦的,否则要他何用? 在后来,我离开了,石玉白疯了事地找我,他抬起星红的眼眸问我,你还要我吗? 石哥,正牌嫂子回来了,石玉白没说话,直到星红的热烫到了指尖,才反应过来,要我说某些人可以退位了,他的朋友眼含深意看着我。 那时,毕竟是冒牌货嘛,哈哈哈哈哈哈,包间里的人嘻嘻哈哈,丝毫不在意,我就坐在他们对面,石玉白谈掉指尖烟灰,没说一句话,哪怕这些朋友在这羞辱他的妻子,我低垂着头,我知道我和他的白月光长得很像,不然当初我也不会吸引石玉白的注意,他从不会让我进他的书房,又自我误闯进去。 墙上挂着一幅画,正是画的林样,他一袭白衣,仙气飘飘,我还想走近看时,却被石玉白吼了几声,谁允许你进来的? 出去,他紧握拳头,额上青筋直跳,让我走,我很少见他像现在这般发火。 师太,外界传言说我是石玉白养的金丝雀,他心情好时逗逗我,心情不好,把我当成消遣的物件。 我丝毫不在意,没有期望就不会有失望。 除夕夜,你快来,石哥把人脑袋开瓢了。 石玉白的朋友小周把我叫过去,警局里,石玉白轻声哄着,怀里的女孩,林样一眨,眼泪就滚了下来,哭得一颤一颤的。 石玉白脸上的神情是我从不曾见到的温柔,小心翼翼,生怕多说一句话就会吓到怀里的女人,等我处理完这里的事情,累得不想动弹,不好意思啊,今天麻烦你了,我没拦住石哥,林样满脸歉意,冲着我吐了吐舌头,细看他的脸,我们确实长得相似,尤其是嘴巴,怪不得石玉白特别喜欢摸我嘴巴, 总喜欢在上面留下点印记,你又没干什么,跟他道歉干什么,你去帮我给那个男人一点钱,省得他再来纠缠样样,石玉白顺手丢来一张卡,魂不在意,卡打在脸上,刮得我生疼。 哦对,我的任务就是替石玉白解决麻烦,从前,他赛车受伤,我在医院不吃不喝,陪了他一天一夜,直到他伤好,他应酬不想喝酒,带上我为他挡酒,我喝到胃吐血,漫天的烟火在绽放,而我与这里格格不入,我想我很是狼狈,装呼了一脸,冻得瑟瑟发抖, 我弯腰,把这张卡塞到兜里,没关系,各取所需罢了,我解决完医院里那个相亲男,说来也可笑,除夕之夜去解决丈夫为了白月光惹出来的事,拿到钱了吗?还好还好,能给你妹妹治疗下一阶段,妈妈紧紧握着我弟出去的银行卡,妹妹在床上安静地躺着,小脸苍白,她得了病,需要很多钱来治疗, 我和石玉白遇见了,当时很缺钱,我去了酒吧兼职,遇到找茶的,非要我把桌子上的酒全部喝掉,正当我觉得逃不出去,硬着头皮开始喝的时候,石玉白过来,那群人听说是石家,一个比一个跑得快,石玉白救了我,也没说话,直直地盯着我看,之后每回她来都指定我,我为她介绍酒,倒酒,她包了一间房, 扔给我一本书,让我念给她听,我只好照做,有了她喝酒,我提成了好大一笔钱,酒吧老板知道我们很熟,给我安排的活也是既轻松又架高的,本以为我们这样平静的生活,妹妹的病又加重了, 石玉白不知道从哪听说这件事,对我说,跟我结婚,你妹妹治病的钱,我出,我稍加思索就同意了,姐,新年礼物,妹妹醒来从枕头下拿出编好的红绳 红绳中间还有块小玉,不等我拒绝,妹妹便把红绳带到我手腕上了,不许拒绝,我知道是我拖累你们了,我抬手揉了揉妹妹的头发,别瞎想,手机铃声响个不停 石母打电话让我过去,我垂下头,老宅里,石母慢条丝里地喝茶,面容和蔼,轻贴我一眼,只有我知道,她慈祥的面容下藏着怎样的一颗心,桌子上摆放着厚厚的一本书,还有一个藤条,拿着家规去词里跪着,没我的允许不许出来,我拿着这个表面写着石家家规的书,从我刚进门,我就被要求把这些内容背着, 这里记着石府石母,还有石玉白的口味,以及禁忌,特别详细,还有石家的一些亲戚,我想要不是写不下了,石家的狗可能也会记录在其中,我费了一夜,也勉强记个大概,记不住石母便不让我出祠堂,也不允许有人送来汤水,直到我背下来,石府石母一向看不上我,一开始敬茶,石母故意晾着我, 我可以理解,毕竟没有好的家事,茶杯洒了,我手腕被烫得起了水泡,留了疤,石玉白做错事,受罚的也是我,玉白是你丈夫,他做错事你也有责任,我在石家就像个保姆,任劳任怨,做饭洗衣, 祠堂的门打开,我看向走进来的石母,这次先这样,身为妻子就要讨得丈夫的欢心,我揉了揉跪麻的腿,跌跌撞撞向门口走去,回到家后,我卷起裤腿,膝盖处红肿,像个发面馒头,上完药之后,那种疼痛的感觉才消了一点,哇,石哥也会做饭呀, 好香,我能吃三碗,楼下,石玉白在炒菜,西红柿炒鸡蛋,从不会在我面前做饭,更不会做饭给我吃的石玉白,如今为另一个女人做饭,高不可攀的爸总有了一丝烟火气,姐姐快来,石哥做得好好闻,真羡慕你有这么好的丈夫,林样满眼羡慕,像是石玉白的小迷妹,石玉白眼里藏着宠溺,给她碗里夹东西, 外人看来,他们两个是一家,天造地设的一对,多吃点,石玉白给林样加了菜,原来石哥还记得我喜欢吃香菜,石玉白嘴角的笑压都压不住,我正了正,看着她碗里的香菜,石玉白曾不经意间给我加香菜,她还调侃着,这个世界没有香菜怎么活,原来如此,一切都是有机可循,这周末有个有在游艇上举办的派对, 姐姐不如一起吧,林样对我说道,那就一起吧,还不等我回答,石玉白替我硬下来,好啊,那就好好玩吧,石玉白站在阳台抽了一根烟,浓烟模糊了她的面容,她伸手扯住我的腰,往她怀里带,细碎的头发扎着我的脖子, 我往后躲了躲,石玉白总喜欢把头埋在我的脖子里绣,刚开始我们挺好的,一涉及前,味道就变了,周末那天,乌云压顶,我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司机把我送过去,我很识趣地没有问石玉白,游艇上很多人,男男女女,林样穿着白色礼服, 犹如高贵的公主,她和石玉白在大厅里跳舞,两人配合默契,童话里的王子和公主在一起,我只觉胸口闷,把酒杯放在桌上,我正找姐姐呢,一人吹风有什么意思,林样过来欲挽着我胳膊,我侧身一躲,你以为你能一直待在她身边吗?我才是她的唯一,林样凑近我说,猛得她伸手推我,我紧紧抓住她的胳膊, 天旋地转间,一呼吸全是水,模糊之间看到了石玉白,我拼命地想要抓住,却只能下坠,痛,浑身都在疼,尤其是肚子那里,等我醒来时,笔尖全是消毒水的味道,小姑娘,别担心,孩子还会有的,护士利落地给我扎针,还不忘安慰我,我摸了摸平坦的小腹,哎,不知道是高兴还是难过,到了傍晚, 石玉白才进来,你还好吧,我冷冷贴向她衣领上的口红印,真讽刺,我流产的时候,丈夫再陪另一个女人,石玉白没在意我的冷淡,把银行卡放在桌上,密码六个六,嗓子疼,甚至我觉得肚子也在疼,有一瞬间,甚至想把卡摔在她脸上, 硬气地让她滚,可我不能这么做,妹妹还需要治疗,石玉白对我的补偿只是钱,钱给到了,她就离开了,林样不见了,就像是当初一样走了,自从林样回来,石玉白就不怎么回来,现在她接连在房间抽了半盒烟,她眉眼不耐,既经挣扎,才开口, 你是不是和她说什么了,我看着她的模样,鬼使神差说了一句话,直到后来知道,因为这句话会发生那样的事,我打死也不会说的,对啊,我让她这个小三滚远点,石玉白胸口起伏不定,手握拳头,紧了又松,你与举了,石玉白把我关在屋子里,她拿着丝带把我的手反捡在床头,什么也没干,石玉白在一边抽烟, 我讨厌烟味,也讨厌有人这样对我,我险些崩溃,记住自己的身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没有下次,我被关了一星期,才被放了出来,在此期间,我凭借对妹妹的想念才活了下来,血,入木全都是红色,石玉白慌里慌张,抱着浑身是血的妹妹,我分不清这到底是谁的血,我哆嗦地看着妹妹进入手术室, 明明前几天妹妹还在说要请我去游乐场玩,去看海,妹妹还是走了,死在了花一般的年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扯住石玉白的袖子,全身都在发抖,石玉白垂下眼皮,让我冷静,对不起,都怪我, 不然,妹妹也不会被车撞得面目全非,林样委屈巴巴,我上前扯住她的头发,往手术室带去,石玉白狠狠抓住我的手,往后一推,够了,别闹了,她眉眼不耐,似是看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后背疼得我一颤,我紧咬住唇,才没发出声音,我妈来了, 看见妹妹平静地躺在那里,崩溃了,我不是告诉你,要照顾好妹妹,你有什么不满,可以冲我来,你妹妹还小,你害死你弟弟还不够,还要杀了你妹妹吗,妈妈一巴掌重重落下,我头被迫偏向一边,弟弟,妹妹弟弟是龙凤胎,只是弟弟要更体弱一点,弟弟一出生,查出来先天性心脏病,家庭拮据, 条件不好,弟弟整宿整宿地哭,我就去打工兼职,在酒吧遇到个总想占我便宜的老总,年少轻狂,我没忍住用瓶子砸了老总,老总查到了我家情况,还笑咪咪让我过去,我妈听说了这事,让我屈服,我不同意,一气之下离开家,等到我回家时,是弟弟冰冷的身体,爸妈把烂菜叶和臭鸡蛋 往我身上砸,一字一句骂我,要不是你得罪老总,你弟弟怎么会死啊,为什么死的人不是你,原来我走的那天晚上,弟弟心脏病复发,去医院却被老总的人拦在外面,弟弟的死给我带来很大的打击 我有时也会想,为什么死的不是我,之后遇到时遇白,他帮我报仇,教会我弹钢琴,给我买衣服,一点点缝补我破烂的灵魂 本在泥沼里的人,遇到一抹阳光,定会拼命抓住,可他却不知道,根本就没有光,迎接他的是深渊,最不靠谱的事就是依赖别人,也别妄想会有阳光,自己就是自己的太阳 我把妹妹的葬礼办好,爸妈直接回乡下了,拿着卡,我出去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妹妹是怎么没的,林扬在酒店住了几天,去医院把妹妹带走,石遇白在路边找到人了 两人腻歪,林扬让妹妹去买棉花糖,路上妹妹被车子撞到了,场面吓人,石遇白把吓傻了的林扬安抚好,才去救妹妹 我不会让他们好过的,哪怕鱼死网破 家里没感冒药了,你下去帮她买点感冒药,周家明自然地使唤着我,完全没在意我刚刚的质问,也完全没考虑陈云病倒后 我下去买药后房子里,只剩下她和陈云孤男寡女两个人和不合适,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啊 周家明继续对我催促着,对我轻慢的态度不同于对她怀中人的紧张关怀,让我如梗在喉 我摔门而去,但不是给她的陈云买药,而是看到陈云耍那点小把戏恶心 看到周家明被那点小把戏迷的五迷三道的更恶心 陈云其实是我大学室友,周家明是我们隔壁纪大我们一级的学长,又是陈云的发小 我和周家明能在一起,也是因为大一的时候,周家明经常送陈云回宿舍 偶尔和我们碰上,然后周家明开始追我 陈云在一旁帮衬着,给我们推波助澜 说实话,这三年我和周家明在一起还算幸福 毕竟周家明真的是个很细节很深情的人 他会在我姨妈的时候,大晚上跑到女生宿舍楼下给我送红糖 他会给我打伞的时候,自己临时半边身子却不让我淋一点雨 他会在出去约会的时候,口袋里永远帮你带着一包纸巾 如果不是在一起的时候,太幸福 我也不会再大肆搬出来,住进周家明租住的房子里跟他同居 可一切幸福,在我和周家明同居没多久,却都变了 陈云不知怎么回事 突然变得特别喜欢掺和我和周家明的事 不管我和周家明在家吃饭还是出去约会 他总爱黏着我蹭饭 实习开始后,我们宿舍另外两个去了外地实习 陈云选择了和我一样在本市实习 一个人住宿舍,然后动不动就找周家明 帮忙,连女生宿舍停电他都要半夜打电话给周家明哭诉 还有一周前,陈云生日 他非要请我和周家明吃饭唱歌 我们三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包厢大眼瞪小眼 而中间我去洗手间的空荡 隔音不佳的包厢却传来陈云用麦克风喊话的 委屈,他对周家明如气如素地喊 家明,当初我不是故意不回应你的 是欣然喜欢你 他求着我把你让给他 我没办法才那么做的 我以为我可以忘了你 可我做不到,我后悔了 你能不能再给我次机会 委委屈屈地哭诉将我一下子置于被动之地 我急匆匆地从厕所出去 想质问陈云是什么意思 我什么时候求过他把周家明让给我 可我冲进包厢时 陈云已经不在了 只有周家明一个人黯然地对着嘈杂的电子音 我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只是当晚我问周家明 我去洗手间时 陈云有没有对你说什么 他怎么那么突然就走了 他用一句 睡觉吧 打发了我 然后就转过身背对着我关了灯 这一周来 我一直在为陈云的那番话困扰 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直接和周家明挑明 可又担心他根本不在意陈云那番话 我讲出来试探他反而会破坏我们的关系 外面的冷空气吹的人头脑也清醒了几分 我有些懊恶自己为什么要把空间留给那俩货 所以我愤懑地起身往回走 但用钥匙打开门的一瞬间 我整个人愣住了 周家明和陈云正抱在沙发上在接吻 突如其来的情况让我脑子一片空白 我不知所措地站在门口 忘记了自己要做什么 还是周家明先有所动作 他看到我立马松开了陈云 但手却依然扶着他 仿佛怕他体力不知磕碰到 欣然 你听我解释 阿云发烧了 有些不清醒 刚刚是个意外 这意外还挺巧的 是不是我来得再晚一点 还能看到你们在床上的意外 毕竟运动一下能出汗 除了汗感冒才好得快 我冷笑着问 一个是我大学室友 一个是我的男朋友 哼 你 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低俗 这么咄咄逼人呢 我都说了 刚刚是意外 周家明似乎找到了可以争论的点 态度变得强横了起来 但我没和他争论 我只是静止穿过他走向屋内 开始收拾我的行李 你做什么 周家明的声音从外面传来 给你们疼地方 徐欣然 你能不能让我消停一会儿 阿云现在病得很严重 你能不能有点同情心 我真的没心思和你吵 我摘衣服的动作顿了顿 手心钻了钻 然后迅速装好东西 从卧室走了出去 徐欣然 周家明在身后大喊 但我没理他 我让你给阿云买的药呢 你要走至少先把药留下吧 他又在我身后喊 声音烦躁 又胶着 我的脚不停下 合着到现在他心里心心念念的 还是只有岑云 咬了咬牙 我把房子的辈分钥匙 狠狠地朝周家明砸了过去 徐欣然 阿云 周家明 从岑云跟你表白的那天开始 你就想跟我分手了是吧 既然你这么在意你的阿云 让他做你女朋友好了 从今天开始咱俩分手了 以后都没关系了 要你妹 我去你大爷的 周家明被钥匙砸到 又是骂我 神经病 又是骂我 疯了 但他那些到人胃口的话 我一句都没兴趣听 只是潇洒 地带着行李碰上了门 下了楼 我打车去了 在本事工作的表姐家 到了表姐家楼下 他急匆匆地打着伞下楼 看我推着行李箱 满眼疑惑 怎么了这是 我和他说了和周家明的事 以为他会安慰我 谁知他却风轻云淡地讲 所以啊 你谈恋爱做什么 不找对象就不会遇到这样的事 不遇到这样的事 你还会为这样的事烦恼吗 我无语了一瞬 然后默默给表姐 竖了个大拇指 真不愧是我的女强人表姐 原本还伤心生气的心情 被他一盆冷水泼下来 现在连伤心生气的心情都没了 当晚 我冲了个热水澡之后 躺在了床上看手机 发现周家明给我发了消息 你之前多买的新牙刷放哪了 看着手机上的消息 我的火气一下子又窜了起来 但我正准备跟周家明 在手机上大干一场 表姐却突然从我手中抽走了手机 徐欣然我告诉你 我睡觉对光敏感 对声音也敏感 你要晚上把我吵醒 耽误了我明天上班 我大半夜也把你轰出去 表姐讲完 把我的手机扔进她床边的床头柜抽屉里 然后关了灯 晚安 接下来的一周 我周家明和陈云默契的 谁也没有联系谁 虽说几年的感情复出 一下子断了让人难以接受 但只要一想到周家明和陈云做的事 我就恶心地够呛 更让我难以接受的是 陈云在包厢里背着我对周家明讲的那番话 还有周家明这段时间来的转变 我几乎可以猜出来周家明曾经真的追过陈云 甚至于我以为的周家明对我的追求 很可能都是陈云让给我的 毕竟一开始周家明追我时 电影跳是让陈云转交给我的 周家明请我吃饭 也是陈云帮他约我的 我以前从没细想过这些事 但现在仔细一琢磨 却能回过位而来 可能也许大概我这三年以为的申请 只是周家明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我只是当初陈云 为了摆脱周家明打发给周家明的备胎 而我之所以从没有怀疑过陈云 是因为从大一到大三陈云 一门心思扑在某个学长身上 甚至于为了帮他追到那个学长 我还为他出谋划策过 可如今他竟然去撩 已经是我男友的周家明 还对着周家明讲 当初是我求他把周家明让给我的 我真的从没遇到过这么恶心的人 也没被别人这样设计过 之所以一直留着俩人的联系方式 没拉黑 不过是在等他们的一句解释 等他们的一句道歉 可他们俩却仿佛把我从这个世界上遗忘了 这天大学室友孟楠发给我一张 陈云在照片的上面配文 这手还挺暖的 看到孟楠发我的消息 我愣住了 我没想到周家明和陈云这么不要脸 两个人竟然赶在朋友圈堂而皇之地秀恩爱 而且周家明还带了我 之前送他做生日礼物的商务绿水鬼 我快速地找到陈云的微信拨了电话过去 想问问他还要不要脸 但刚按下语音通话 系统却告诉我 对方还不是您的好友 请先添加好友 突然之间 我不知道该笑还是该笑 或许真的是做贼的人心虚吧 可怜我这个傻子 还以为他们能有点礼仪廉耻 还傻傻地等着他们道歉 无语了很久 然后我如实回了孟楠消息 嗯 陈云的新男友就是我前男友 孟楠听完 给我连发了三条消息 跟着孟楠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我才把周家明和陈云做的事情原原本本的 跟孟楠讲了一遍 孟楠听完 就开始炮雨连珠地轰击我 徐欣然 我们宿舍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你竟然什么都不告诉我呀 陈云太过分了 她到底在想什么呀 你不跟我们讲这些 该不会是顾忌陈云的面子 还给她留脸吧 那可真不是 只是我上班实习太忙 没时间想这些 下了班回到表姐家 表姐说我在她那儿不能白吃白住 得给她做饭 打扫房间 抵房租 而且她说她有生物钟 晚上十点半必须关灯睡觉 一到十点半就把我手机收走 哪怕我睡不着 绝干瞪眼 也不准我玩手机 我这几天被她蹂躏到自己都快忘了 失恋 这事了 也就中午在公司午休的时候能想一想 然后我又把在表姐家的遭遇如实和孟楠讲了 孟楠听完又心疼了我一遍 欣然你这也太惨了 刚被双向背叛 又被魔鬼表姐折磨 要不你有空去上炷香吧 几天后 我回到表姐家 正准备洗手给表姐做饭 表姐却让我收拾收拾出门吃饭 还神秘兮兮地跟我讲 有好事 难得不用做饭 我自然乐得开怀 只是我没想到 她说的 有好事 只针对她 不犯指我 因为去了后 我才知道表姐是让我替她相亲 她把我安排在市中心的一家卖某劳店里 等服务生把两份餐端上来 才告诉我她要干什么 这是我当然不能答应了 可表姐用一周不用做饭当条件 我才勉为其难答应下来 别误会 我是为了帮表姐解决困难 当然不是为了一周不用做饭 带着艰巨的任务 我立即在猛呼搜了相关攻略 了解了拒绝人的流程 当我觉得万事俱备时 看到坐我对面的人 我却吓得差点从凳子上跳起来 我表姐的相亲对象 竟然是我大学的直系研究生学长楚阳 更重要的是 楚阳就是当初陈云追了三年还没追上的那个学长 陈云缠了楚阳三年 我和楚阳又是一个系的 虽说我们俩人没正面接触过 但在学校的时候也碰上过很多次 难保她不认识我 楚阳看到我也愣了下 褐色的瞳孔里看我的眼神有些复杂 但我以为下一秒她就要喊出我名字时 她却放下背上的包 满含歉意地冲我笑了笑 抱歉哈 我一下火车就往这边赶 但还是迟到了五分钟 你久等了 我不太明白表姐跟她怎么讲的 只是顺着她的话讲了句 没关系 你点的是双人餐吗 我可以先吃个汉堡吗 等一下我买单 她问得很客气 眼神中还流露出对食物的渴望 联想到她刚刚讲的火车 我立即接话 我猜到你坐火车赶过来 路上肯定没吃东西 就提前点了餐 快吃吧 她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眼 然后讲了句 谢谢跟着拿起了汉堡 看样子没认出我来 我松了口气 心里酝酿着什么时候跟她讲那句 咱们不适合 比较合适 互上说 起码俩人的吃完饭 吃饭期间问几个跟前有关的问题 然后根据对方的回答找借口拒绝 学字差点脱口而出 还好我意识到什么 立即改了口 刚毕业没多久 你现在收入应该不高吧 是不多 税后就七千多 税后七千多 周家明税前才四千 还不多 我被她吓得又差点喊出 还好我又及时改了口 习上听说 你一直很优秀 没想到毕业后也这么优秀 她咬着汉堡 神色怪异地看着我 突然咳了起来 场面一时有些尴尬 我也感觉到了 前面那么贬低人家 后面又突然尬夸 是个人都觉得尴尬吧 不行 我装不下去了 清了清嗓子 我端着我表姐的架子 对学长弟弟道 小杨 其实咱们俩不太合适 要不然就算了吧 我话音刚落 楚杨仍在咳嗽 还没回答我 不远处的惊呼声 却传来一道熟悉的惊呼声 楚学长 徐欣然 你们发出惊呼的是个 穿着一条素白素白的纱裙 一副小百花的模样 楚楚动人地 站在离我们不远处的陈云 陈云的出现让我有些射死 一来我是冒充表姐 骗楚杨 相亲的 被相亲对象拆穿有些尴尬 二来被楚杨拆穿后 还被陈云亲眼看到 陈云肯定以为我是为了报复他 这简直是大型灾难现场 楚学长 你和徐 欣然 怎么会认识的 在我们旁边自来熟的座下 怀疑的看了我一眼 又对着楚杨讲了遍我的名字 我往后挪了挪椅子 丧气的准备和楚杨摊牌 但楚杨在我开口之前 却先我一步开了口 我们一个记得 我认识他不正常吗 他竟然认识我 我刚刚还在他面前装那么久 简直妈了 你刚刚 是在追求徐欣然吗 是 他严谨一概 可是学长 你不是在上海工作吗 你们两个异地的话 是不是不大好 陈云问的 急切 他毕业了就可以去找我 我有时间 也可以来看他 只要他答应跟我在一起 距离对两个人来说是问题吗 可你之前 陈云想讲什么 但他忌讳地看了我一眼 又把话叶了回去 略显苍白的小脸勉强撑出一点笑 欣然可真幸福 刚分手就被学长追了 我不太清楚 陈云和楚阳之前发生过什么 但陈云讲这话 我闻到了浓浓的茶味 会说话 是吧 谁不会呢 陈云 大晚上的你 一个人穿这么少出来 是跟男朋友约会吗 你男朋友周家明呢 我饶有兴趣地看着陈云 我赌十万块 楚阳肯定不知道 陈云和周家明的事 就像周家明不知道 陈云和楚阳的事一样 果不其然 陈云像被踩到尾巴的猫 一样 整个人都慌了 徐显然你瞎说 什么 我都跟你解释过很多次了 我和他只是朋友 学长 你别误会 学妹 你特意跟我解释 会让显然误会的 既然你有约了 就不打扰你了 白白楚阳没理会 陈云的话 直接对他下了逐客令 但陈云没动 我没跟人约会 我就是想来吃个汉堡 那你慢慢吃吧 楚阳拉开了椅子 看向我 欣然 你不是说想喝奶茶吗 走吧 我带你去喝奶茶 我们顺便谈谈 我跟着站起来 对陈云讲了 白白陈云 被动地看着我和楚阳离开 眼神中的楚楚可怜 逐渐变成了愤恨 从店里出来 我和楚阳一前一后走着 气氛有些诡异 我说 学长 你好像不太喜欢陈云 她 学妹 你对她的敌意也不小 然后 我们俩相互看着 直到俩人都忍不住笑了场 对了 你和江月什么关系 梁九 她对我问道 她是我表姐 我对楚阳实话实说 毕业前提防着点陈云 她可能会找你麻烦 她那人挺阴的 她提醒我道 怎么说 她好看得 眉眼醋了醋 纠结了片刻 才开口 原本我着急和你表姐 相亲 是想 找个跟陈云毫不相干的人 既能打发了陈云 又不会影响对方 可我没想到 你会替你表姐相亲 刚刚我就想告诉你的 但你一直逗我笑 罢了 这次算我欠你的人情 后面我还你 听完她的话 我有些无语 不知道这算不算 巧合 我表姐利用我骗人 谁知她要骗的那个人 原本也计划着用 她 当枪使 她跟我表姐 各怀心思 而我就这么 被人利用了两次 被动地 收了俩人情 和楚阳把话讲开了 她送我回我表姐那儿的路上 我们俩的话题也多了 楚阳说 她毕业前 陈云总喜欢到她宿舍楼 跟教室赌她 还特意抱了她当理事的社团 陈云还跟人标榜 楚阳是我的人 搞得他们全班 都以为她玩弄学妹不负责任 逼得她卸任了理事 连社团也退了 大三的时候 她追一个女生 但不知怎么回事 原本眼看就要追到手的女生 却突然把她拉黑了 后来她细问才知道 是陈云跑那个女生面前 说她坏话 这事虽然后来她解释清楚了 但女生说她接受不了 两个人恋爱的时候 身边总围绕着个难缠的人 所以感情还是黄了 听着她近乎控诉的话 其中很多事情 我还听陈云讲过 只是陈云讲的立场 和她如今 讲的立场完全不同 比如退社团这时 当时陈云在我们宿舍哭了一夜 还拿简短的两句 楚阳枪她的聊天记录 给我们看 害得我们宿舍 三个为她义愤填膺 觉得是楚阳这人没担当 退社团甩锅就算了 还把矛头指向小女生 人品太过低劣 所以我们三个 曾心疼她心疼得不得了 还差点为了她 找楚阳干架 但被她拦住了 陈云标榜楚阳是她的人 这是我也知道 因为她在宿舍天天喊 小杨杨 她四处堵楚阳这是我也知道 因为我们宿舍三个 都被她缠着陪她去堵过人 当时看她追人追得这么猛 我们还觉得她为爱执着 像偶像剧里的剧情 一边给她打气 一边又安慰她骂楚阳没眼光 但如今从楚阳的口中 讲出这些事 联想到当初 陈云那火热的劲儿头 怪不得陈云当初 天天说楚阳高冷不尽人情 又追她追得势头不减了 被她那样缠上 别说高冷了 没神经衰弱就不错了 学长 我为曾经骂过你的那些话 跟你道歉 以前我不了解事实 偏听陈云一面之词 是我们误会你了 但你怎么知道 我现在讲的是真话假话 也许我和陈云一样 也是为了博同情骗你的呢 她挑着眉饶有深意地看着我 因为还记得 她刚跟你讲了我刚分手的事吧 我抿了抿唇 那个狗男人就是被她抢走的 狗男人现在是她男朋友 怪不得你对她仇恨值那么大了 楚阳有些不厚道地笑起来 但跟着她又突然爆粗 不对 她有男朋友了 怎么还缠着我 你看她刚才承认了吗 回到表姐家 介于要收表姐的人情 我只是勉为其难地告诉她 相亲的是搞定了 没跟她讲细节 表姐听完很愉快 拿了浴巾就进了浴室 跟表姐讲完 我才发现手机的呼吸灯 一直在闪 竟然是陈云给我发了消息 在吗 徐欣然 你这样有意思吗 另外还有两条撤回的消息 不知道发了什么 发送时间是半个小时前 算算时间 那会儿我和楚阳刚离开麦某牢没多久 只是她发的这几条消息上面 我之前给她发的打了感叹号的消息 依旧清晰可见 对方还不是您的好友 请先添加好友 也清晰可见 她竟然当作什么都没发生 偷偷把我这个单向好友加了回来 还舔着脸跑来质问我 这样有意思吗 我忍不住问她 我很好奇 你怎么有脸问我这样问题的 消息刚发过去 陈云的语音电话就打了过来 看着屏幕上急不可耐的某人 我很是恶趣味地打开了手机自带的路屏功能 然后才点了接通 欣然 你还在因为周家明的誓愿我对吗 我那会是病糊涂了 把周家明当成楚洋了 我对她没那种意思 不然我当初也不会撮合你和她 她把我当傻子 我也装傻问她 那你之前怎么不跟我解释 我和周家明那样 还被你撞见了 只是太尴尬了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 才这么久没联系你 但我真的没想伤害你 我皮笑肉不笑地听着 果然应了那句话 绿茶贼能演 其实周家明也还喜欢你 这段时间 她一直在问我 怎么才能挽回你 跟你分手后她挺难受的 欣然 我知道你联系楚洋 是为了报复我 你也还喜欢周家明的吧 咱们其实没必要 这样互相伤害 我帮你和周家明复合 你别赌气答应楚洋 你把她让给我行吗 听着岑云 近乎虔诚的话 唯唯道来 我忍不住想 但凡我之前没发现 她把我删了 但凡孟南没把她 签周家明 手绣恩爱的朋友圈发给我 但凡今天我没碰到楚洋 但凡我对周家明 还有一点感情 我今天是不是就被她 蛊惑住了 深吸了口气 我问她 抛开我和周家明的事情不说 单说把楚学长让给你这事 我怎么让 把一个大活人 像个东西一样送给你 我也送不了吧 你只要拒绝她 别跟她在一起就行 其他的事情 你就不用管了 欣然 可以吗 她急切地问我 我考虑考虑吧 我敷衍了岑云一句 然后挂断电话 同时保存了陆平 文件 然后我搜了周家明的名字 本来想把陆平发给她的 但点发送前却收到一条好友申请 是个穿着暖灰色卫衣的男生 背影头像 备注 楚洋 我思考了下 默默关了周家明的聊天框 通过了楚洋的好友申请 跟着把原本打算发给周家明的陆平文件 发给了楚洋 五分钟后 楚洋发了一连串省略号给我 跟着是一条语音消息 姐姐你没答应她吧 诡异的称呼让我愣了愣 才回她 没 然后我问她 学长从学院群里加我 应该不是为了给我发省略号 看我的陆平文件吧 她回 原本是想给你兑现人情承诺的 但看完你发的陆平后 我突然又有了个别的想法 虽然有点冒昧 嗯 你能当我半个月的女朋友吗 你让我假装你女朋友骗陈云 但为什么是半个月 因为我来这边出差 就是为了和陈云实习的公司合作 对接流程走下来 差不多要半个月 怪不得她 沦落 到被安排相亲了 学妹 可以吗 学长 这有点突然 陈云那样对你 你就不想释放你心中的小恶魔 对她施展下暴附什么的吗 楚阳似乎完全了解了我的心思 一语重地 原本我也有这方面想法 被她拆穿后 我也懒得矜持伪装了 男朋友 你这样讲你女朋友不好 女朋友说不好就不好 我改 男朋友 你态度挺诚恳的 不过我要睡觉了 晚安女朋友 晚安 第二天 我按照根杵 扬约好的 下班后 到了陈云实习的公司找她吃饭 我见到楚阳的时候 她身边还跟着个陈云 我对此并不意外 不过陈云看到我却有些惊讶 学妹 我先走了 白白楚阳看到我 立即对陈云道了别 然后在陈云发愣的眼神中 楚阳抓着我的胳膊离开了她的视线 我们几乎是刚出门 陈云的消息就发了过来 徐欣然你搞什么 我们不是说好的吗 你怎么还和楚阳有联系 楚阳看着我看手机 问我 怎么了 我把陈云发过来的消息给她看完 她抬眸看向我 问我打算怎么回答 我没回她 只是在屏幕上打字 不好意思啊 我还是觉得楚学长比周家明好 而且周家明心里只有你 我要回来也没用 那个人就送你吧 发完我给楚阳看 她跟着对我竖起了大拇指 然后豪爽地问我 走女朋友 今晚想吃烤肉还是火锅 我请客 撸串行吗 烤茄子 吸纸巾针菇 还有烤韭菜 我已经怀念很久了 行 女朋友说话哪有不行的 我和楚阳一拍即合 然后准备去附近的公交站成公交 谁知她却拉住我说 她打车可以开发票找公司报销 于是乎她奢侈地叫了网约车 在她打车的时候 陈云又发来消息 徐欣然你怎么能背信弃义 你明知道我喜欢楚阳 还故意聊拨她 我们好歹是有一场 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我简直黑人问号脸 我什么时候答应她把楚阳让给她了 而且她的脑回路怎么跟正常人这么不一样呢 女朋友 看什么呢 这脸怎么皱成小苦瓜了 楚阳打完车 悠悠问我 我又把陈云发来的消息给她看了 她看完似乎经验丰富地劝我 你别回她 你越回她 她就越上劲 跟她这种人你扯不清楚的 车快到了 撸串要紧 我出了口气 对楚阳的话表示赞同 也是跟楚阳愉快地撸完串 她送我回去的路上 孟南给我发来了消息两张图片 一张是我和楚阳相邪 从陈云公司门前离开的照片 另一张是陈云和我的聊天截图 但聊天内容被她处理过 她把我回复的那条 不好意思啊 我还是觉得楚学长比周家明好 而且周家明心里只有你 我要回来也没用 那个人就送你吧 给删了 所以单凭看聊天内容 就好像我之前要找她质问时的情景 她一直在质问我 我却心虚地连回答都不敢回答 孟南发完图片 着急地发语音问我 欣然 怎么回事啊 你不会真为了报复陈云 去勾引陈云喜欢的人了吧 虽然你是受害者 虽然那个学长也不是傻好人 但你这样利用别人真的不大好 我听完一整个大无语 陈云真的惯会卖惨 而且惯会扭曲事实 搬弄是非 深吸了口气 我给孟南打去了电话 又和他讲了一遍事实经过 然后又把我之前录屏的视频 还有我这边视角的完整版的 我和陈云的聊天截图 发给了孟南 我突然无比庆幸自己 当时录屏的这一手操作 不然今天让陈云这样搞我 我真的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孟南看到两个东西 打了一大串感叹号给我 然后又跟我感叹 欣然 我突然觉得我完全不认识 跟我同铺三年的人了 我现在完全分不清 他哪句话说的是真的 哪句话说的是假的了 是啊 就比如说之前 在陈云的描述中 楚学长是个高冷无情的人 但你知道陈云对楚学长干过什么吗 他弄飞了人家马上要成的恋爱 而且那次陈云跟我们哭诉 楚学长抱怨他害自己退社团的事 其实真的是陈云害的 楚学长本人跟陈云描述中完全不同 我们都被陈云骗了 你这一说 我突然想起 见识来 方方有一年不是拿了奖学金 然后又被人匿名举报他考试作弊 然后害得方方奖学金被取消了 你说那个匿名举报的人 会不会是陈云 孟南的话让我一愣 那年老师条监控确实发现了方方 网边上看的动作 方方没办法自证清白 奖学金就那么和他师之交臂 也是因为那件事 原本开朗与人为善的方方 一瞬之间全变了 他变得很防备人 人也孤僻了 可那次方方痛哭委屈的时候 明明安慰他安慰的最多 最为他打抱不平的 明明是陈云啊 如果举报方方的人 真的是陈云的话 那真的让人细思极恐 回到表姐那儿 表姐见我回来的这么晚 虽然接下了我特意 给她带回来的烧烤 但还是多嘴了几句 徐欣然 那个小男生虽然帅 但他年纪轻轻就出来相亲 难保目的不纯 你别傻啦巴唧的 又一头栽进去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听着表姐的唠叨 我疑惑地看着她 姐 你怎么知道我晚 上跟她吃的饭 我明明只告诉她 晚上约了朋友 像你这样还没毕业 实习一个月工资 只有一千左右的在校生 平时连买个面包都要比来比去 你如果约的是你学校的同学 你们有余钱挥霍去吃大餐吗 如果是你们公司团建 一群人也不会去吃烤串 所以跟你约好的 肯定是个社会人 而你最近接触过的社会人 不就那一个吗 但你怎么肯定约我的 不是那个渣男呢 还有一种可能性 那个狗男人觉得自己错了 回头来挽回 我约我去吃烧烤啊 表姐择了择舌 徐欣然 咱们家的女儿都是有血性的 你总不至于犯贱去跟个渣男牵扯 不轻吧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我有点嫌弃 你挨 跟你是一家人真丢脸 听完表姐的解释 我对她竖起了大拇指 这话说得没毛病 果然 社会还是我表姐 表姐得意地看了我一眼 给我使了个眼神 让我把烧烤给她加热了 微波炉转热后 她一边小心翼翼地撸着串 一边问我 徐欣然 你现在放下那个渣男了吧 我点了点头 没啥感觉了 就是想起来 有点为自己那两年可惜 表姐 嗡了一声 继续道 其实 这段时间 我一直压榨你 不是欺负你 就是想转移你的注意力 让你从那段感情里走出来 包括那个相亲对象 其实也是我故意安排给你的 挑的 给你一个学校的人 不过 我还是觉得那个小男生有问题 他肯定目的不纯 你小心点 别刚出 虎学又进了狼窝 听着表姐的话 我突然一下子扑进了 她的怀抱 喂 你干嘛 烤韭菜弄我真似睡衣上了 很贵的 我给你洗 我给你手洗行不行 人家感动吗 先让我抱一下 感动就明天给我做饭吧 我吃外卖吃兔了 因为表姐 第二天我没去找楚阳 而是特意早早地回去给表姐做了晚饭 当晚 楚阳给我发消息 说我不去不行 她找借口 堵她说 跟我吃饭 岑云还非要跟着一起去 她说岑云好像有些怀疑我们假扮情侣 虽然她被质疑后 忍无可忍对岑云说了狠话 不管我和欣然是不是真情侣 但我不喜欢你 就是不喜欢你 我已经拒绝过你了 你能不能别再缠着我了 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真的很烦 但岑云红着眼睛 依旧跟了她很久很久 她差点被岑云跟到入住的酒店 讲完这一天的遭遇 她跟我倾诉 徐欣然你知道吗 当时我很下心讲出那么绝情的话 我以为她会转身就走 但她却一边哭一边跟着我 害得我等车的时候 一直被人指指点点的 我真的觉得我快被她折磨得精神崩溃了 我现在一闭上眼睛都是她的样子 世界上怎么会有岑云这么恐怖的人呢 虽然看不到楚阳此刻的模样 但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她愤懑与无奈 学长 你又不是不知道她尤其擅长伪装 怪也只怪你太优秀了 谁让你被她瞧见了呢 像我前任那个狗男人 舔了她三年 她都不为所动呢 你会说话就多说点 好了好了 我明天会去解救你的 男朋友 等你解救 女朋友 第二天下班后 我又去了曾云实习的公司找楚阳 但到了后却发现周家明也在 很久没见 她似乎比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更精神帅气了 看到这样的周家明 我突然想起一句话 如果和我在一起的不是你 别人都只是凑合 想到自己被凑合的两年 倒没有多难受 更多的是委屈 替过去的自己委屈 我竟然当了别人的备胎女友两年 周家明似乎一直在玩手机 没看到我 我也像没看到她一样 直接朝大厅内坐在休息区的楚阳走去 等很久了吧 久不久 无所谓 主要今天 她没缠着我 这感觉挺爽的 她讲完 我就意识到了 不对劲 周家明出现了 而岑云没缠着楚阳 果不其然 周家明听到我的声音 跟着就朝我们这边走了过来 但我像没看到她一样 过去拉住楚阳的手 走吧 我快饿死了 今晚吃火锅行吗 我能看到在我拉出阳手的时候 周家明的脸以肉眼可见的 速度在变黑 一双黑毛也仿佛沾了冰茶籽 这就介意了吗 那这样呢 我又跨住了楚阳的胳膊 我跑过来找你好累啊 你等下背我好不好 楚阳以为是岑云出来了 非常上道地没推开我 反而摸了摸我的头 宠溺地说 好 徐欣然 你还要不要脸 周家明突然对我吼起来 楚阳被吓了一跳 看到周 家明后给了我个询问的眼神 我回了他个 拜托的眼神 他又给了我个 安心的眼神 你谁呀 楚阳松开我 过去找周家明质问 周家明张了几次 嘴都没讲出来 他是谁 只是压下眼底的怒火 对我冷嘲热讽起来 徐欣然 你为了气我 竟然勾搭阿云的合作伙伴 你可真随便 怪不得你这半个月 什么动静都没有 原来一直在筹谋这个 之前阿云跟我说的时候 我还不信 没想到你真是这种人 周家明略带得意地对我嘲讽完 又施舍给楚阳一个同情的眼神 兄弟 你可真可怜 被人利用了还替他出头 不知道为什么 听周家明说 这些话 我有点想笑 被人卖了 还帮对方数钱 是不是就这样子 宝宝 他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 那个哪都比不上你的渣男 之前我甩了他 他可能心里不平衡 你别听他乱讲 我们先去吃饭吧 我对楚阳讲了句 拉着他就走 我说 怎么那么杀臂呢 楚阳很配合我 替我骂了回去 周家明好像才意识到 他刚讲的话 跟我们完全不在一个世界 他一副还没吵完的便秘模样 想再讲些什么 但又讲不出口 只能眼睁睁看着我和楚阳 离开了大厅 没办法 他的阿云最重要 他还要等他的阿云吗 我和楚阳刚坐上车 楚阳就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问他笑什么 他把存云刚发他的消息给我看了 楚学长 虽然你不喜欢我 但我还是不忍心看你受骗 你刚刚看到了 徐欣然答应跟你在一起只是利用你报复他前男友 他根本不喜欢你 也不配得到你的喜欢 所以今天这一出 是岑云利用他的狗腿子来挑拨离间我们的 我还当他今天不凡我是想开了 谁知道他竟然还有后招 我上辈子是挖他祖坟了吗 让他这样死缠着我不放 可能是你上辈子把他十八代鞭尸了 楚阳一脸无奈地叹了口气 又问你说你那个前任知道陈云在利用他吗 应该不知道吧 不然他真的是舔狗界扛把子了 他那么喜欢陈云 要是有办法让他俩所死就好了 楚阳感慨了句 似乎又意识到什么 欣然 不好意思 我没别的意思 没事 学长 我早就不在意他了 吃完饭 我准备提前去付钱 谁知楚阳已经在餐桌上买过单了 压根没给我机会 接下来的几天 楚阳说陈云没有缠着他 我也没有再去找他蹭饭 虽说我也算帮他忙 但一直吃人家的也不好 不过楚阳离开那天 跟我讲了一件事 就在昨天 他用U盘共享PPT时 陈云公司的人在他的U盘上 发现了他们公司的文件 怀疑他借着合作盗窃他们公司的机密 让他解释 我听着也忍不住紧张起来 不用猜都知道是陈云陷害他的 但陈云求爱不成 竟然使出这么下三滥的手段 我问他 这是最后怎么解决的 谁知他却不慌不忙地跟我讲 U盘可以查编辑人记录 所以他当着陈云公司的面 查了被写入文件的编辑人记录 查到了 Swing这个名字 进而查到了陈云 查出来后 他反而站在了道德制高点 则问陈云的公司 这是什么意思 对方公司一直跟他道歉 说会给他个解释的 出了这时候 今天他就没在公司见过陈云了 听完我开了眼界 U盘竟然还有这功能吗 电子软件比你想象的用途更大 陈云用他玩不懂的东西害我 这次他算自己挖坑自己跳了 本来我想追究责任 让他公司找到学校去把事情闹大 也算给他个教训 但我这边的工作结束了 今天就要走了 他公司好像只是把他开除了 也没有深究 你实习快结束了 回了学校还得面对他 小心点 听着楚阳的话 我心里挺感动的 他不是觉得我们俩是陌生人 他利用完我 后面我遭遇什么都和他无关了 他竟然还在替我的以后考虑 我认真的冲这位机智又善良的学长点了点头 说我还想活着让他偿还人情呢 他又和我扯了一通 才坐上火车离开 送楚阳离开的第二天 周嘉明给我打了电话 又是骂我 报复新墙 又是骂我 阴险歹毒的 好家伙 合着岑云是被抓赃后不甘心 找他的狗替他出气来了 我没听他讲几句 只是骂了句 杀臂就按了电话 之后周嘉明又打来几次电话 都被我挂断了 但我没拉黑他 因为留着他还有用 实习结束后 我带着我们领导帮我填得满满的实习鉴定表 从表姐家搬回了学校 回了学校第一件事 我提前和孟南跟芳芳打了招呼 说我想买个监控摄像头装在阳台的隐秘处 孟南没意见 芳芳说 只要不影响 我学习考研 你和岑云有什么恩怨 我都不参与 我不知道是不是岑云和芳芳说了什么 但想起以前的芳芳 现在这样的她 看得我有些难受 交实习鉴定表前一天 我撇到了岑云的实习鉴定表 大啦啦地放在桌上 因为之前楚阳跟我讲的事情 我忍不住好奇多看了两眼 并不是她之前实习的公司帮她填的 盖的章反而是周嘉明公司的 呵 周嘉明可真有本事 隔天 岑云不知怎么回事 哭唧唧地跑回宿舍就开始好起来 但她好了半天 都没人理她 我扭头撇了撇别人 芳芳戴着耳机在看书 孟南跟我交换了个眼神 询问我怎么办 我耸了耸肩 表示反正我不管 孟南有些拉不下面子 长出了口气 敷衍地对她问了句 岑云 你怎么了 我觉得我毕不了业了 刚刚老师找我 说我的实习鉴定表被别人举报代开 把我骂了一顿 让我以后不要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 乌乌班上不是很多人都是代开的吗 代开这是老师不管的吧 老师有说有什么影响吗 孟南惊讶地从铺位上走到了岑云身边 岑云没说话 只是顾着哭 你别只顾着哭啊 你倒是说老师怎么说的呀 孟南催她 老师说这次给我个教训 以后让我别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 那就没啥事 你也别哭了 咱们学院的老师还是挺好的 孟南继续对岑云劝着 岑云却依旧不依不饶 可是老师说我了 骂我骂得特别凶 我从来没被人那么骂过 孟南正想说什么 方方突然摘了耳机 没好气地看向了岑云 你能不能别这么玻璃心 快毕业了 大家都挺忙的 吵死了 方方讲完 拿着书出了宿舍 岑云又背训了一通 正愣了片刻 然后嚎得更厉害了 我也听不下去了 用眼神问孟南要不要一起走 孟南纠结了下 又敷衍了岑云一句 跟我一起背上电脑出了宿舍 我和孟南到了教室 他问我岑云的事是不是我举报的 我说不是 大家都知道实习鉴定表就是走个过场 你觉得以我对岑云的仇恨程度 我会做这种不痛不痒的事吗 我要做肯定一招制敌 一下子把他摁死 可是岑云的实习鉴定表跟其他代开的那些不太一样 你不是说他那个是真的公司开的吗 除了咱们俩别人也不知道他那个是代开的 老师也不会特意去查 他还能被谁举报 不 你漏了一种可能 他在自导自演 毕竟他说他被举报了 也没别人知道 咱们也不能去找老师求证 说不定他是为了在方方面前演戏呢 说起来 你说岑云现在一个人在宿舍在干嘛 赌一两米饭 你猜他现在有没有在哭 哭了说明是真的 没哭说明他在自导自演 你不是在阳台装了监控吗 看看他在干嘛 我和孟楠相视一笑 跟着打开了手机 但看到画面时 我和孟楠完全惊呆了 岑云竟然在阳台上 摘下阳台上晾晒的内裤 D站着半截矿泉水瓶装的 什么液体一条一条涂到了内裤上 二时 我和孟楠第一时间往回赶 回到宿舍时 岑云已经收拾好了现场 我们连东西都没放下 就跑到了阳台上 检查了所有的内裤 才发现我的孟楠的 甚至于方方的都被涂了东西 我把涂了东西的内裤摔到岑云面前 问他在上面涂了什么 他却跟我装无辜 你的内裤 我怎么知道 可是岑云 我不理解 你为什么连我也针对 我对你不好吗 孟楠 别跟他废话了 我们去找老师吧 我对你们干什么了 你们去找老师 岑云有些慌了 我没和他解释 直接给老师打了电话 导员到了后 我把视频交给了他 我跟导员讲我只有一个诉求 必须严肃处理岑云 我相信学校和老师们 所以我先报告给了老师 没有第一时间报警 但其实我很清楚 这事报了警队岑云也没啥处罚 因为没有实质损害 警察来了顶多是条宿舍 可校方会害怕警察来 一旦事情闹大 对学校影响太不好了 导员保存了视频 说他会处理的 岑云没想到我手里有视频 但他很快又冷静下来 死鸭子嘴硬 说是我和孟楠联手陷害他的 是我们让他图东西的 但这样苍白的解释 导员信都不信 只说他会把情况反映给学校领导 学校领导会看着处理的 当晚 岑云没回来 周嘉明又给我打电话了 骂我 陷害岑云 我依旧没解释 只是挂断了电话 几天后 学校出了通知 宣布实名开除岑云 很快 周嘉明带着岑云来宿舍 收走了岑云的东西 他见到我后 又劈头盖脸替岑云骂了我一顿 还说我这样 阴读 早晚会有报应的 对于周嘉明的指控 我依旧没解释 孟男对此很不解 我跟他讲 还不是时候 起码得等到周嘉明的利用价值 被完全榨干耗尽 把舔狗的本事发挥到最大的时候 人没有彻底付出过 悲伤痛恨的时候 又怎么能歇斯底里呢 而且我怕周嘉明追漆 火葬场缠着我 我受不了舔狗 孟男对我竖了个大拇指 狠还是你狠 岑云搬走后 我们宿舍空了一块 少了个恶心人的东西 不用天天提心吊胆 提防着 还有些不适应 其实 岑云实习鉴定表 是我举报的 你们俩讲话那天 我在床尾里面没出去 听到了你们俩讲的话 夜深人静的时候 芳芳突然讲了句话 其实我早就知道 当初陷害我的人是岑云 但我之前想跟你们说时 你们俩一个和他关系不错 一个在和他发小谈恋爱 我没法告诉你们 前段时间你们和我说了他的事 我想告诉你们时 又不知道怎么开口了 我猛地坐起来 隔着黑暗的光线 看着芳芳静悄悄的床尾 心里被无限的心疼压抑着 掀开床尾 我正打算朝芳芳的铺位爬去 却发现 孟楠已经跑过来了 傻芳芳 我还以为你是受伤了故意不理我们的 这一年来苦了你了 芳芳 你应该早点告诉我们的 对啊 这些年我们被骗得好惨 挺好的 走了个茶 芳芳回来了 我们三个笑着抱成一团 领到毕业证这天 我把东西打包邮寄完后 终于好心发作把压箱底的录屏文件发给了周嘉明 周嘉明看完 打电话过来问我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为什么要早点告诉你 让你早死早投胎 你想得美 徐欣然 我们好歹在一起两年 你对我就没有一点感情吗 你每次听我骂你很开心吗 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感觉吗 你就是故意报复我的是不是 巴拉巴拉的似乎想喋喋不休 我没兴趣听 摁了电话 把他微信 QQ和手机号都拉黑了 然后抱了抱我两位可爱的室友 进了离开的车站 我的大学 也算圆满毕业了